作者,指点向12月8日,参考消息网员以美林社消息称,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谢尔盖利亚布科夫,公开抨击美国,称美国拒绝就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进行谈判。 据利亚布科夫透露,美国已经明确表现出,不准备或不想,就延长该条约进行是置信谈判的信号。 需要说明的是,该条约将于2021年终止,那么这意味着特劳普打算让该条约就此终结。 继上世纪80年代美苏两国签订,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之后,美俄双方又于2010年共同签署了,先削减战略武器条约,该条约规定,订阅后的美俄两国依据条约,需将各自部署的核弹头,控制在1550枚之内,并对导弹和轰炸机数量也做出限制。 值得关注的是,如果特朗普政府执意不愿延长该条约,美国增加核弹头数量,有可能引发全球范围内的核军被竞赛,由此让全球安全处于危险境地。 从这来看,与此前全球关注的中岛条约一样,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,也是一份有关军控与裁军的协议,而且更专注于核财军方面。 如果这份条约被撕毁,其危害比退出中岛条约更大。 从这两份条约的性质而言,中岛条约,对全球安全起着继续作用,该条约被毁,可能引发全球军控体系的崩溃。 而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,则对全球和安全起到深远而接近的影响。 事实上,特朗普上台以来,就热衷于撕毁和建泰国内或国际集成协议,连关乎全球或地区安全的协议系也毫不在意。 比如伊朗核协议,就于去年5月中,被特朗普宣布单方面退出,立即引发伊朗与以色列,沙特之间关系的紧张,伊朗正在着手多项导弹升级计划。 如上文提及,中岛条约,也是特朗普决定要退出的。 如今,即美国暂停履行条约义务之后,俄罗斯也做出同样举动。 因此,美国此次决定不与俄罗斯进行关于延期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谈判,其实就是特朗普政府的一个顺言行为。 特朗普想振脱核军控条约对美国的束缚,早就显露出了迹象。 去年1月初,美国情报部门向特朗普提交了一份核泰式苹果报告,该报告恶意夸大中俄两国的核武力量,并据此提出,美国需增强资深核武库的建议。 从这可以看出,从那时起,特朗普已经开始为美国撕毁有关核军控与裁军的条约找借口。 因此可以说,在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,是要举行延期下谈之际,美国选择装龙作哑,并非一时兴起。 如今在特朗普一而在,在二三的玩火之下,中导条约已接近成为一张废纸,并且美国早已露出要在欧洲部署受条约限制的中短程导弹的意向,那么俄罗斯为了自身的安全起舰,只会选择跟进。 1月31日,俄罗斯国防部就放话称,要采取先,抵打击方式,应对美国的导弹威胁。 所以说,美俄买至欧洲之间的导弹危机爆发的可能性越来越大,而要在导弹上装核弹头,是以上国家地区都能轻易办到的。 在当前局势下,如果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也破裂,那么只会加剧美俄之间的导弹危机,并使之朝核危机方向升级,由此会引发欧亚等更广泛区域的核安全问题,对全球安全的影响当必中导。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